館長日前好幾度挺寒 甚至捐錢50萬給高雄市政府 但作家苦林卻爆出 館長去年幫韓國瑜直播 是有某某黨送錢給他 所以之後才捐了50萬 給高雄市政府 對此館長相當憤怒 深夜又開了直播 還大發雷霆大喊要告苦林 我通通是拿我自己的錢 還有斗內的錢 我告我就委屈了 我做到的從來沒有人做的事情 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賺的錢 我不斷的捐 沒有人要做這種事情 結果你還說我拿人家的錢 我沒聽到你把我罵你知道嗎 也說我怎麼都沒拿錢的在想 我說我有更大的責任 我的責任就是呢 很多年輕人是我們是人家的榜樣 館長還落淚拿出其他感謝狀 證明他五年多來捐了三千多萬 還怒嗆苦林 講出這種話連做人的資格都沒有 要不要跪著跟他道歉 但苦林也在深夜PO文對嗆 列了四點問題 質疑館長先前對高雄的說法不一 一開始說高雄很美很乾淨 不久後又附和韓國瑜說高雄又老又窮 是什麼原因改變了館長 館長頻頻開嗆韓國瑜卻引上苦林 為捐款爭議各公開嗆 請 families 歡迎 If you a 午後 謝謝你 謝謝你